有像这种,里面有这种,这个既然它挺大的,方法里面趁军选,主要先在里面运航,然后选择从事社外家镇这份工作,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海啸的原因。 零九届毕业生找工作非常的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我这个专业让我在同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 心理准备一直都是有的,因为我个人认为每一项工作都是有它难的地方,万事的开拓难吧,等适应之后就应该容易很多。 所以,上海啸的、红联合关系,市场可以做这个事。 市场了,市场上的层。 最后,市场上的热��,市场上的地方,市场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小水量的用意, ELA,并 Wayne,这种地方,市场找到。 都没有做到,市场上的维持,行为,好。 还是想像并分手,市场上的繁尔,务尔草盛, 设设施、小波市场上的换柱,市场上的故事。 都没有商量了,市场上的组线和小波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的组织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他们这一批人的成长 多生子女是他的家庭环境 是多生子女 但社会的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使得造成了这一批人他特有的 他们会做电脑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你让他做饭 让他在家做家务 他可能一点不会做 就变成这样一种特殊的一种状况 怎么样穿多衣服一定要注意 因为家长现在很困惑 不舒服 哭闹 都是会引起孩子的 穿衣服那边 好吧 今天我们会做 要给孩子保证他的清洁 让他胳膊自由弯曲 这样他的长度 胳膊的长度变短 然后他的肩带就能脱下来 所以咱们给宝宝穿衣服 注意事项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 像我们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另一个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他肯定只要是跟孩子接触 另外这个是在家里 别人不管是怎么说 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心态摆正 我们会认为 我们可以全天的观察儿童 对于我们仔细的了解儿童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呢 他现在的需求量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种 应届或者是网届的毕业生 在向我们咨询这个工作 但是因为他们之前 都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们可能在选择上面 还是有一些这种 考虑的这种因素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在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但是今天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很好 相当这个专业本身的限制 它本身受限 所以还算可以的 所以还算可以的 优独播剧场上